內房股家園國際在上星期四股價由十多元跌至兩至三元水平 期後公司開記者會澄清在之後的星期 令股價由低位反彈回到四至五元水平 在這樣的大跌之中其實對於投資者帶來什麼啟示呢 留意到市場上其實都有家園國際的值債發售 根據上星期的報價家園國際的值債有一條2020年到期 還有各個價格由原本的票面值一百元回跳到九十二元水平 由於家園國際其實是內房內的公司 市場上對於這些公司的戒心比較大 所以這條值債其實派息都幾高 與投資人你每買一百元派成十二厘十二萬的票息 但是留意到它的波幅其實對比於股票是低很多 股票可以一日跌九成 而這條值債其實在它出市的星期 波幅都是維持在10%以內 留意想像不是說買股票不好 而是你應不應該落重本 將資產比重高的部分賣股票呢 我們看看股神巴菲特的投資旗南巴菌 其實它持有的現金多了一千億 所以落重本買股票對不對 如果買股票是否定的 其實買股票最重要是方法對 你方法對 由十萬元開始炒 都可以炒出很多錢 大家都要留意 股票其實是可以被無限印發的 小股東的權益 其實很多時候在身不由己的情況下 就會被貪薄 出現了上個星期晚一加元 即是跌九成的事件 其實小股東都很無奈 相反買債 債券其實都可以被印發 但是到期其實發行人要給你半金 所以債券其實被不斷引發的機會是低 因為債券要還錢的 但當然買債的不好處就是 買債其實是沒有發達的 因為買債的詞人 只是可以到期拿回半金 以及當中固定的利息 所以買債是穩定的 說到這裡都想說我們HOME VLOGGER 其實主要是為大家客觀地提取理財資訊 就不會像坊間的人為了買東西 而不斷吹開投資物 另外加元國際其實這隻債券 有著一個30厘的年匯報投資機遇 想再知多些 留意多些我們收息101的訪程 拜拜 鼓勵 鼓勵 通知 小姐 不開 公開 實際 可放 可放 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